北京时间1月15日 NBA常规赛继续火热进行中 东西部赛区的格局 再次发生了变化 今天的比赛中 太阳队以112比94大胜步行者队 斩获了两年胜 勇士队则以138比96大胜公牛队42分 热货队则以124比118险胜老鹰队 太阳大胜步行者 太阳两年胜一席绝尘 勇士42分狂胜 公牛二战输68分 四队争东部第一 太阳两年胜一起绝尘太阳队与步行者队 在今天展开了激战 在勒维尔、贾斯汀、霍勒迪与特纳的出色发挥之下 步行者队在前三节紧咬比分 莫杰、艾顿延续了火热的手感 布克与保罗在中远距离发难 太阳队多点开花 将分差扩大至19分 就此锁定胜局 此役 保罗得到了12分三板九助攻二强断 莫杰砍下了十分主导了比赛的走势 布克狂轰全场最高的35分 外加四板三助攻 再次扮演了顶级得分手 艾顿 泽都得27分12把 化身为了禁区守护神 保罗对位小萨伯尼斯太阳队赢球之后 实现了两年胜 目前 太阳队以32胜9负 78%的胜率领跑联盟 太阳队 领先第二的勇士队1.5个胜场 太阳队 可谓是一席绝尘 在勇士队的德拉蒙德格林缺席 克莱汤普森商欲付出不久 还在寻找比赛状态的情况下 荆州军团的战绩 依旧还在大幅度波动 太阳队 暂时坐稳了联盟第一的宝座 勇士42分狂胜勇士队 则在库明家 威金斯 乔丹普尔 斯蒂芬库里的出色发挥之下 在今天以42分狂胜公牛队 勇士队狂胜公牛队 在昨天大比分输给熊鹿队之后 勇士队实现了触敌反弹 该场比赛 库明家暴走 他是二头十重 狂轰25分三盖茂 成为取胜功臣 威金斯高效地砍下了21分4把6助攻 普尔贡献了22分5助攻 库里则得到了19分2把 勇士队 在实现6人得分上双的同时 全场轰进了19G3分球 勇士队 打出了疯狂的进攻与出色的防守 勇士队 再次证明了自己依旧是联盟里的顶级豪强 勇士送给公牛 两年败公牛二战输68分公牛队 在不敌勇士队之后 已经吞下了两年败 值得关注的是 1月13日公牛队还以112比138 输给了蓝网队26分 最近两场比赛 公牛队先后不敌蓝网队 勇士队两大豪门 两场攻击输了68分 在今天惨败于勇士队之后 公牛队的后场得分和新扎克拉文 还遭遇了左膝伤势 在亚历克斯卡鲁索 琼斯格林等人还将继续缺战的情况下 公牛队陷入了伤病潮 蓝网队大胜公牛队这一位置 公牛队的战绩还将大概率出现下滑 公牛队 恐怕难保东部第一的位置 四队争东部第一公牛队 输给勇士队之后 战绩来到了27胜13负 而热货队 则在7人得分上双的情况下 立斩老鹰队 热货队 已经好取四连胜 排名继续高居东部第二 热货队 27胜15负 仅仅落后东部第一的公牛队 一个胜场 热货队立克老鹰队 詹姆斯哈登 凯里欧文 凯文杜兰特领军的篮网队 26胜15负 排名东部第三 篮网队 落后东部领头羊1.5个胜场 杨尼斯阿德托坤伯 克里斯米德尔顿率领的雄鹿队 27胜17负 则排名东部第四 未免冠军 落后东部榜首的芝加哥两个胜场 篮网队与雄鹿队 公牛队 热货队 篮网队 雄鹿队的战绩较为接近 四支球队都有成为东部第一的可能 并且 上述四支球队都以追逐总冠军为目标 公牛队 热货队 篮网队与雄鹿队 四支竞履 将逆争东部第一 毕竟 更好的排名意味着在季后赛中 拥有更多的主场优势 东部第一的卡位战之争 将成为本赛季的一大看点